妳幾歲的時候拿到100萬 是在27歲的時候比較晚 我大概是30歲左右 租屋的房租部分有點高 那我就會去找到 還有我有下載網路 就是各式各樣的APP 三年其實也換了快200杯咖啡 有了 200杯咖啡 我開始學習投資 我可以每一年幫我自己加薪 差不多我的被動收入會跟 本薪差不多 我就去煎了一個補習班的櫃台的打工 所以妳找第二份工作 總共是三份工作 三份工作 其實我們常常建議大家說 妳的理財就是妳的月收入 妳把它分作 它是一個分配問題 我存錢是為了更自由的人生 退休隨時都可以 只要妳有能力 不需要做過延後退休的生活 理財是在理人生 歡迎來到30卡卡 這樣的人生不卡卡 我是佳孫 我是陳遠倩 其實今天的內容很期待 因為身為七年級的後半段 我們其實在學生時代 就目睹了房價物價不斷的高漲 但是出了社會就是 而且最近近幾年的食安問題 讓外食的成本其實又提高了非常多 不敢隨便吃 每一餐都花很多錢 都很認真的要買外食 然後都花更多的錢 而且再加上 很多人都有房租的壓力 不要說所謂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100萬 很多年輕人其實根本都存不到 變於月光族 對 不過我要告訴妳一個觀念 身價將近585億的股神巴菲特 他有一次走進電梯 他就看到一塊錢 他在這第一塊錢沒有人要撿 他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告訴身邊的人說 這個一塊錢就是10億的開始 好勵志喔 對 所以不要以為錢少 你就覺得說存不到錢 所以是有方法的 是 所以今天這集就是為妳量身訂座 也為我們很多小資族的觀眾朋友 量身訂座 我們請來很厲害的兩位 存了第一桶金的小資族 來跟大家分享 不過在他們分享之前 我想先請我們的老師 她叫我叫她齊芬姐 來 齊芬姐 妳覺得這種觀念說 反正我賺的錢很少 我就沒有辦法存第一桶金 這種觀念 是不是很多年輕人都這樣想 對 很多人都說 我反正存不夠 我反正買不起房子 那我乾脆就把它花了算了 其實這種觀念就是讓妳變窮的 真正的原因 但其實我跟很多的年輕人說過說 其實每個人都一定有能力 可以存到一個還可以過不錯生活的 錢的能力 只要妳是有計畫去做 我先來問一下 已經存百萬兩位小資族 今天應該就是小資女孩標準的 但是有第一桶金的小資女孩 妳們從以前就很會存錢嗎 我想問一下喬玉 妳以前就很會存錢嗎 我以前其實不知道存錢 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存錢就好像 工作有領到薪水以後 存到戶頭以後 可是我沒有一個目標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經濟壓力 我可能存到十萬或是二十萬 然後我就會找各種的藉口 可能是性情不好啊 跟男朋友吵架 就想盡辦法 就會想要把那個錢給花掉 就怎麼樣都存不到更多的錢了 所以妳看她不是天生就會存錢 遠切妳有希望了 我有希望了 無限的希望 所以妳一開始沒有很愛存錢 一開始知道存錢很重要 但我不知道我在存什麼東西 OK 沒有一個目標 那凱凱呢 我是剛開始畢業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就是 因為其實家裡經濟就是 從以前就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爸媽有卡債 有很多基欠很加多的債務 然後因為就是養了三個小孩 然後後來爸爸在高... 我大學的時候就是癌症過世 那其實那時候 因為家裡經濟不好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你都會受限制 譬如說可能沒有辦法上餐廳吃飯 或者是沒有辦法跟朋友 就是出遠門或是出國這樣子 那就是到了畢業之後 我就跟自己說 我要好好享受 拿到我人生 就是第一筆薪水的時候 我就是去吃大餐 跟朋友出去玩這樣 所以其實前一兩年都是月... 幾乎都是月光族 或者是可能一個月 就存下幾千塊而已這樣 就是我們有時候認為說 好像窮苦家的孩子 會比較會存錢 真的不一定 因為當妳賺到錢 妳就覺得我以前都過那麼苦 好不容易自己賺了錢 我總要靠賞對自己好一點 今天一定要聽清楚喔 總是有個契機對不對 真的 有的 我相信現在很多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那個契機就是看我們的節目 就是契機了 來 說一下 你們的契機什麼時候開始 覺得要存錢 其實我大學畢業工作一段時間 滿三個月試用期剛過的時候 老闆就跟我講說 你要被資錢了 我那時候剛入社會的時候 景氣剛好不太好 97 98年的時候 然後... 所以已經滿試用期 對 滿了 然後就被資錢 對 就是試用期的考核結果是合格 可是我要面臨的是資錢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只是想要一個穩定的工作 怎麼這麼難啊 然後我就空白了兩年 我就專心準備考去公職 所以妳兩年的時間就去考公職 對 然後那時候都沒有時間 然後那時候有意識到錢很重要 我就想說 我再苦就苦這一兩年 這是我為我人生做最後一次的考試 對 我就想要 最後一次的考試 以後我再也不要考試 對 就再也不想念書 不要再念法條了 我就是考這個就對了 對 然後兩年後 然後我就剛好 就是也很順利的就考上了 考上 對 然後妳就開始存錢了嗎 那時候存錢 就存... 有存下比較多的錢 但我覺得還是有一點慢 而且重點就是 我就是看旁邊的同事 大家都是借零退休啊 然後我就發現 我看著他們 好像就看到 未來五十幾歲 六十幾歲的我 我頓時間 妳看到了什麼 我就覺得 我好像就是 我只是換了一個樣子 可是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 在那個工作崗位上 我只是等哪一天 我的年齡到了 我要退休一樣 好 我就發現 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如果我每天坐在這邊 我整個人就被掏空 我整個人很沒有動力 很多人對於公務的想法是說 它是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可是妳現在分享的是妳被掏空 而且真是感覺是套牢之後掏空 對 這感覺很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 妳的朋友這樣想嗎 我大部分的同事不太像 跟我不太一樣 我現在是比較少數的人 是 對 我不太喜歡被人家拘束 對 所以妳想到妳還要被綁 可能三十年四十年 二十五年 然後綁住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到借林退休 妳會覺得那是一個 很恐怖的事情 我覺得 退休隨時都可以 只要妳有能力 不需要做過延後退休的生活 這是好的觀念 對 這是警局 我也自己打拼 是嗎 所以變成是說 妳當了公務員之後 看到旁邊快要退休的公務員 反而給妳另外一個壓力 說我不要跟他們一樣 我要趕快去充實我的人生 就是找到我自己 真的有興趣想做的事情 或是我可以 不是只是在等一份死薪水 對不對 就是我如果有能力 事實上我也不用等說 好像在數饅頭一樣 數到某一天才可以退休 而是我搞不好 我三十歲就可以退休 我四十歲就可以退休 真的 妳是這樣想嗎 對 而且我的工作 就是性質比較容易接觸到一般的民眾 然後通常會來 我們單位找我們 都是生活比較困苦的民眾 然後我就會覺得 他們的年輕時候 到底是做了什麼 為什麼現在會來祈求政府 來幫幫他們 對 所以妳可能又看到更多 真實的社會擺態 對 所以妳剛剛講那句話 其實到現在還在我心中震盪 因為我在想說我也好想退休 但是妳講說只要準備好就可以退休 不是時間 不是年齡的問題 這觀念很好耶 那妳呢 因為我本身是在醫院裡面 就是癌症領域做社工這樣子 那就是通常都會接觸到很多癌症的弱勢 那因為他們可能需要自費的藥物 或者是因為治療部分要中斷工作 然後就沒有錢 那因為就是要申請補助的過程中 其實都會讓我去思考 因為其實我家以前也發生過這樣的事 那我為什麼要把自己就是月光 因為我這樣是不是就在走我爸媽一樣的路程 那就是那時候就是激勵我開始就是存錢這樣 認證存錢 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就是說看到工作裡面 有朋友需要這樣的幫忙 然後妳自己想說 哇 是我 我也可能跟他們一樣 對 就是會怕說是不是之後會落入一樣的 就是因為沒有準備 所以會落入一樣的情境當中 好 那我想問 既然妳們有這個情境 妳們的第一步做了什麼 第一步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剛開始是對於理財跟儲蓄 就完全沒有頭緒 那因為其實家裡很反對 因為媽媽他們就是因為就是卡在什麼 他們就覺得投資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所以妳是不是儲蓄 而是妳一開始就想投資 因為會開始去想說有什麼理財的可能 那後來就是因為都傻傻不太知道 就想說先儲蓄險的部分 因為就想說那我先 每個月先硬存下來這些錢 那我再來看之後要怎麼樣做這樣子 所以妳第一步先去思考儲蓄險 對 然後開始再進行其他的理財 對 就是後來就是還有再去檢視自己的 那個花費的比例 那會發現說就是自己在租屋這個部分比例 租屋的房租部分有點高 那我就會去可能就會比較去壓縮自己 像是可能就是找到頂樓加蓋的房子 或者就是在從中間說 對 這邊我要先說頂樓加蓋 可以 但是要注意消防安全 好不好 這個好 一定要先提醒大家 然後妳有稍微注意到消防吧 有 就是會注意還是安全的部分 像是可能就是都只有住給女生這樣 會再注意這個部分 所以妳可能先開始省對不對 對 因為我就想說是我先存到錢 那我再來看下一步應該怎麼做這樣 那喬玉的第一步呢 我工作穩定以後我就有意識到 就是工作我不需要每天去工作上班 才會有這樣的收入 但還是屬於主動的收入 所以我第一步 我是先幫自己規劃保險 也是保險 就是在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至少還有一個基本的支柱 因為妳被值錢過 對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就是我遇到意外的話 我的工作收入中斷的話 還有一個基本的保障 所以保險也是保險 好 來 妳的第一步呢 我的第一步 可能還是先存錢吧 妳應該說我第一步還沒開始 對 其實還沒開始 那我要問一下齊芬姐 第一步這樣子做是比較OK的嗎 對 我是覺得說一定要踏出第一步 因為其實兩位他們都是在生活當中 有感受到說存錢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對不對 因為我們常常說 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萬萬不能 對不對 因為譬如說妳生病了 要看醫生 妳是不是要有錢 或是說妳想要就是買個房子 妳也是要有錢 買個車子代步妳要有錢 什麼事情都是需要錢 所以這個第一個 一定要有一個念頭說 我想要存錢 然後我有這個動力 但是我覺得第二步就是說 那怎麼存錢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剛剛像凱凱她是用儲蓄險 來強迫儲蓄 我覺得這個方法很好 為什麼說 因為通常儲蓄險就是妳去買一張保單 妳買了之後妳怎麼樣 妳六年內 妳不可以返回妳知道嗎 因為通常就是妳 因為簽的那個約嘛 對 妳中間如果說妳有不繳或怎樣 可能妳先前繳的錢 就是這個保單會失效 妳先前繳的錢就變沒有了 所以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壓力 他就會認真的去存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強迫儲蓄 可是我會建議說 我們現在年輕的朋友 就是妳是存錢 但是妳還可以有其他的管道可以選擇 所以我覺得說存錢是第一步 但是第二步我們要學的是 更聰明的存錢方法 是啊 那我想問一下 巧玉妳有更聰明的存錢方法嗎 其實我一開始就是 開始存錢以後我看很多書 然後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有一本書叫做 有錢人和妳想的不一樣 對對對 還滿有名 滿多人看過的 那裡面就有提到六個展覽 但是看過也沒有變成有錢人 我覺得沒有變成有錢人 是因為大家沒有實際行動 所以妳有實際行動 妳有看妳有懂 並不代表說妳真的得到 妳的生活真的改變 只要有行動妳的生活才會開始改變 所以我就一開始還是依照那個 書上講的六個帳戶 那我後來有調整成適合我自己 我就分成三個帳戶 第一個就是GG GG 對 緊急備用金 就是我會先把六個月的薪資 存到這個帳戶 然後還有保險我都是用黏繳的 可是我每個月領到薪水以後 我就會撥一筆固定的金額到這個裡面 然後讓就是保險要繳費的時間到以後 自動去扣交 等於是自己強迫自己把錢存在這個帳戶裡面 對 就是一些固定的開銷 那為什麼叫GG 緊急預備金帳戶 就是哪一天被公司之前就GG了 哪一天出車後就GG了 所以各位老闆不要隨便之前妳的員工 這是一輩子的影影 妳看馬上就 但是也有可能對她有意啦 對啊 就變成一個好的 好的正向 對… 對… 第二個就是比較激進 就是有點會被消音 這個消音B然後Yu投資帳戶 為什麼會有這種帳戶 其實它真正一開始的名字是財務自由帳戶 財務自由帳戶 對 這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財務自由就是太抽象了 對 很抽象 你不知道就是你財務自由到底追求的是什麼 那我追求的就是哪一天我可以FIRE老闆 就是哪一天就是工作上面受到委居 我就落下這一句話然後就可以離職了 這陰影很大 真的 如果想要我的收入的創造是比較輕鬆 所以我開始學習投資 我可以每一年 然後自己加薪 差不多我的被動收入會跟本薪差不多 專櫃他們有那個試用品的部分 因為通常保養品專櫃都還同一層樓 那我就是從第一間就是走到第十間 可以兩個月不用買保養品了 其實還有我有下載網路就是各式各樣的APP 三年其實也換了快200杯咖啡友了 200杯咖啡 200杯咖啡 對 我覺得財務自由就是太抽象了 對 很抽象 你不知道就是你財務自由到底追求的是什麼 那我追求就是哪一天我可以FIRE老闆 就是哪一天就是工作上面受到委居 我就落下這一句話然後就可以離職了 這陰影很大 真的 到現在還在那陰影我被FIRE 然後我現在要FIRE 可是我為期永遠都是轉機 對 意思是說我就可以丟下這個工作 我可以選擇不是你FIRE 是我FIRE掉你 對 而且我覺得女生存錢也很重要 所以這應該是有點賭氣的投資帳戶 不一定是賭氣 有可能還是女生有時候會遇到不負責任的男人 也可以用這一招 那也是賭氣啊 可是你感對我不好老娘不幹了 不跟你在一起了就走了這樣 那我也可以養活我自己 對 不錯 就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那那個帳戶 妳是用多少的錢去投資 每個月的薪資 我至少都會存50到70 那很厲害 50到70 對 50到70 那很高耶 很多耶 妳花用呢 花用 因為我其實從小到大 老婆都是都在台北生活 所以都在家裡面 然後我是一直到結婚以後 我才搬出來 所以吃家用家裡的 還沒有算這一塊 對 像我已經獨立十幾年了 對 我比較幸福 我沒有就是房租的部分 可是結婚後就開始要付 就是另外一半負擔房 不過這也是一個方法 如果我的女兒吃家裡用家裡 但是她錢都沒存 我也不會開心 我寧願選擇一個 會設立三種帳戶的女兒 好來 女兒聽清楚了 來 第三種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 HAPPY的消費玩樂帳戶 HAPPY消費玩樂 因為我覺得存錢 不要一直壓抑自己 一定要存下很多錢 有時候你的生活也需要平衡 妳很壓抑 妳前面已經70%了 對 這還不夠壓抑嗎 我存錢 但是我知道我有一定的金額 可以花用 所以存錢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痛苦的感覺 對 因為我知道 我存錢是為了更自由的人生 而且我還有準備一定的金額 讓自己做享樂 那請問妳那個 HAPPY消費玩樂帳戶 都拿去用什麼 可能就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或是偶爾讓自己出國 讓自己出國 對 所以存到一定額 妳就出國去玩一次這樣 對 會把它花掉嗎 還是一直留在那邊說 只是她給它一個名義 叫HAPPY消費 但是從來沒有去動過它 我覺得還是要做消費 還是要做消費 然後會比較平衡 對 那凱凱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因為我剛開始 是用截流的方式 那第一步的話 我就是善用信用卡的回饋 所以妳跟她不太一樣 她馬上就是 她存續是馬上分三類對不對 對 然後妳是用截流 對 因為就是會覺得 自己存不到錢 然後會想說 先把錢存下來 所以我就會開始就是 檢視自己的消費習慣 譬如說有一陣子是 在業務當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辦一張就是 跟加油有關係的卡 信用卡 因為她就是可以累積 因為常常要加油 對 所以她會累積多一點的回饋 那回饋 就是可以到她的商店 去換一些日用品 像是就是換了衛生紙 是用品 就是換 像是換了衛生紙 衛生紙 或是洗衣巾 就是生活租屋 就是會用到的一些日常用品 這個跟巴菲特很像有沒有 對啊 一塊錢都要填起來 填起來 什麼都可以省 那請問妳辦了幾張信用卡 其實我只有辦了三張信用卡 三張信用卡 對 因為我還是覺得 要累積同一張的回饋會比較明顯 就是自己會看得到那個效果 OK 所以它還是有累積的效果 所以不用辦很多張 所以妳分析過三張剛剛好 就是看自己生活日常消費 來去辦那張卡這樣 然後接下來 那再來就是還有 我有下載就是網路 就是各式各樣的APP 像是有一個是免費買卡 或者是E3的部分 這個還滿有趣的APP是 它就是你下載 這是什麼 它就是你下載遊戲 然後你登錄之後 它就可能送你一個20點 那50點就可以換 譬如說超商的咖啡 或者是底用券 那我也可以去買一些 生活的日常用品這樣 我知道了 有一天我女兒啊 就說爸爸我請你喝咖啡 我想說你都是拿我的利用 想說爸爸這我賺的喔 然後我想說你怎麼 他說我就是下載什麼網路APP 然後就可以請你喝咖啡 應該就是這個東西 對 就是認真算一算 就是這兩 三年其實也換了快 200杯咖啡 有了 200杯咖啡 200杯咖啡 因為就是 等一下我不相信 你到底在裡面是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你下載了 對 它就請你喝咖啡 就是下載遊戲 然後可能登錄個3秒鐘 或是1到1分鐘 然後它就會給你那個點數這樣子 那就是可以長期累積 那只要我可能想要喝咖啡 等一下 是我孤肉寡聞 妳有聽過嗎 我沒有聽過這樣子的 老師 這個我是 沒時間去瞭解 所以是 很厲害 那妳下面的是什麼 下面的這個部分 是其實網路就是會有一些 專櫃 專櫃他們保養品 因為我覺得女生就是 雖然說省錢 但還是要保養 那我就是會看到有些可以 雖然省錢 還是要保養 那就是有那個贈品 就是也不能讓自己醜醜的省錢 還是要美美的省錢對不對 好 來大家注意聽到妳要美美省錢 來聽她講 來看看 那就是那個專櫃他們有那個 可以贈品的索取 應該算是試用品的部分 是 那我就是會網路上看到 譬如說這個專櫃有試用品 可以免費索取 那我就是會稍微規劃一下 今天的路程 譬如說我會經過百貨公司 那我就會 規劃 去買飯錢 知道要去加油 然後先繞去百貨公司 拿了贈品 對 那就是因為 原本就是可能只有拿一間的贈品 那後來我發現其實 因為通常保養品專櫃都在同一層樓 那我就是從第一間就是走到第十間 就是說 那也可以借我試用嗎 或是給我試用這樣子 其實櫃姐都還滿就是熱心的 因為她本來就是試用 對 她就是希望妳用 然後愛上她的產品 然後就會買 就會買 她就是 妳就是逛一圈 對 然後就是每個貴姐都會 兩個口袋難買的試用品 可以用夠久 像曾經遇到一個還滿好的貴姐 她就直接給我一個月的分量這樣 一個月 對 她就是 那應該省很多耶 就是落落許許都省下還滿 就是可以不用 譬如說一兩個月不用買保養品的部分 這樣 一兩個月不用買保養品 那也是幾千塊吧 聽到了沒 對不起 對不起 齊芬姐妳有做過嗎 妳有那麼厲害嗎 是 我覺得我是還滿佩服凱凱的 因為她把那個精打細算這件事情 應該是發揮到淋漓盡致 真的 算到極限耶 對 但是我覺得是說 其實從他們兩個人的 那個就是說一些理財的方法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是要結合的 結合 對 要結合 那我稍微說一下 因為一般來講 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沒有錢不要理財 其實我常常覺得說 其實理財 它是一個分配問題 分配問題 不是一個分母的問題 是分子怎麼分的問題 所以說 其實我們常常建議大家說 你的理財就是你的月收入 你把它分作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如果所有你的收入裡面 你的消費 不管是吃飯 玩樂或什麼 不要超過三成 那二呢 二就是你的投資 就是你要為未來提早退休做準備 或是財富自由做準備 另外的一就是保險 保險就是風險管理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需要買一點 醫療險 意外險 然後以防不測的風雲 所以最簡單就是4 3 2 1做分配 如果說他沒有房貸壓力的人 其實我剛剛的4 在家裡投資了2 兩個加起來是不是應該60% 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做法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年輕人說 如果你們住家裡吃爸媽的 你每一個月絕對應該要存50% 為什麼 因為你不繳房租嘛 你不繳房租 而且還常常吃爸媽的 所以你本來就應該存5成 你每兩次吃爸媽 我就賭一次心花 因為我們家有兩個在吃我的 所以吃爸媽 好啦好啦 對 他們就要強迫出去 要強迫出去 50% 所以他們在跟我說他錢都不夠用 這都不對對不對 對 50%已經很多了 為什麼 因為他只可以花三成 所以他還有另外的20% 各位吃爸媽的聽清楚了 我代表爸媽告訴你 你今天戶頭給我打開 沒有這種70% 70%太多了 60% 對 至少要存50% 沒有房租你就應該要存這麼多 這個也是給你一個能力 將來你有購物能力 不然你就是完全不可能購物 真的 對 但是我們剛剛說的 消費只能佔三成對不對 所以剛剛這個凱凱 就已經給我們示範了 你怎麼樣用三成的錢過好日子 很多人都覺得說我只有三成 怎麼可能 這感覺自虐的 我幹嘛要把自己人生過這麼悲慘 就是說日子過不下去了 可是其實不是 像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都在家開火煮飯 你知道說你自己如果煮飯的話 就省很多錢 而且可以吃得好很多 對 所以說同志 帶便當這件事情有很難嗎 大部分人都不要 大家都寧願說 反正我去買個便當 100% 真的 然後之後飯後 飯後再加一杯咖啡 150塊就去了 對 這樣一個月下來多好 4500 所以不要小看那個 一杯星巴克或是一個便當 一個便當 再加一杯咖啡 真的耶 有時候我看那個 有我們常常在講說大學生 四年每天走到咖啡店 買一杯咖啡回來 其實你四年就喝掉一台跑車 很多人都是這樣 沒有錯 就是你每天就喝喝喝 你不知不覺就喝到一台車了 所以真的是不知覺 所以是小錢的問題 大家都覺得小錢 就不清晰就花掉了 但是事實上 我們剛剛像凱開的例子 我就說 你有沒有可能從收入裡面 你只用三成的錢 但是可以過好生活 覺得還是有機會 而且很多人現在帶便當 其實是應該晚餐跟隔天的便當 對 晚餐多多一些 隔天帶便當 你就馬上就省了 對 我又是我一次可以 妳也是這樣嗎 對啊 我一次如果煮一餐 可以帶兩到三個便當 所以可以放到冰箱就隔天 就可以省很多 只是每天要吃重複的 好 那妳這樣子在生活上面 會覺得自己過得不好嗎 其實剛開始會覺得有點痛苦 只是覺得我為什麼要把自己搞成這樣 對啊 但是後來就會給自己一些目標 可是後來自己也有去兼差 想要再多增加收入的部分 妳除了節流 妳現在開始開園了對不對 好 那妳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我是算說 我的工作時間是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 那我六點的時候 就去兼了一個補習班的櫃頭的打工 所以妳找第二份工作 總共是三份工作 三份工作 就是禮拜六的時候會到安陽中心去 就是帶活動 妳體力很好耶 對啊 那時候剛開始會想說 我要趕快把我的存款給增加 所以就覺得 那我用時間跟勞力去拚這樣 妳平常有運動的習慣嗎 平常是有 你看各位 運動很重要喔 要成為小蜘蛛 要先運動儲存好的體力 好 妳說妳早上幾點去上班 早上八點 然後到下午五點半 然後 然後六點之後 又到就是工作附近的一個補習班 去就是打工 大概工作到幾點 到晚上十點 每一天嗎 將近八個月的 就是補習班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就是下班然後直接去這樣 重點妳禮拜六 禮拜六的一整天 就是在安陽中心帶活動 就維持了八個月的時間 怎麼辦 我現在有點心疼 對 其實很辛苦 如果是我女兒 我會覺得很心疼耶 而且其實要妳原本的工作 不用加班吧 就是如果加班的話是可以跟就是 下一份工作跟老闆稍微講一下 可是就是要延後加班的時間這樣 延後下班的時間 就是妳該做事還是得做完 還是要做足這麼多時數這樣子 對 那這樣子請問三份工作 這八個月有加薪嗎 大概就是原本的 大概加了大概15萬左右 就是這將近八個月 八個月加了15萬 對 對啊 那就等於一個月 都超過一萬塊了嘛 對 對 所以快兩萬耶 快兩萬耶 對啊 所以很驚人 可是妳後來八個月應該受不了吧 因為很累吧 對 就是後來就是 就是身體有些狀況 所以就想說好可以 那什麼狀況 身體怎麼樣 我最喜歡的私事方式就是 房地產跟美股 分飾一些股票市場的變動 在這個過程裡面 學習知識是更重要的 我覺得算是還滿基本的一個 投資觀念 很多上班族 大家都喜歡買一杯星巴克 OK 那我就成為星巴克的股東 我以後去逛星巴克的時候 我看到高可滿座 我再也不會生氣 我就是想要謝謝你們這樣子 可是妳後來八個月應該受不了吧 因為很累吧 對 就是後來就是 就是身體有一些狀況 所以就想說好可以 那什麼狀況 身體怎麼樣 就是身體會一直不太舒服 我去看醫生 然後覺得天啊 我加薪的錢好像都要 大概看醫生這樣子 所以就會重新思考自己的那個 就是開源的部分 對 年輕人我們老人家 也是這樣講 不是我們老人家 就是說我們年紀比較大的人 都會說 妳現在不用整天加班 妳多賺這些錢 以後只是讓妳住更好的病房而已 所以就不要太拼這樣子 剛剛好就好 那喬玉呢 妳也有加薪嗎 幫自己加薪的方法嗎 公務人員比較難加薪 對啊 它有所謂不能再兼裁的規定 對 所以我也沒辦法去補習班做櫃台 所以我就開始 可是我看到妳剛剛她在講補習班 妳說很不錯 但是妳現在眼神又暗淡掉了 我不行 妳好 我不行 很好 可是我不行 很好 我不行 好 那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時間也是一個很寶貴的資源 對 所以我想要我的收入的創造是比較輕鬆 所以我開始學習投資 投資 對 然後到現在我可以每一年幫自己加薪 差不多 我的被動收入會跟本薪差不多 等一下 對 我們都嚇到了 乘以2嗎 乘以2嗎 沒有 就是假如我一個月工作收入是3萬 那我現在創造的被動收入就是3萬 對 就是妳的薪水是乘以2 總收入乘以2 等一下妳做什麼投資 我一開始就是傻傻不懂的時候 我就是在2002年的時候 我就是跟家人一起投資房地產 但是我那時候就只是想要投資 我想要賺錢 但我沒有深入的去做研究 後來那一間房子是持平出廠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沒有失敗 只有學習跟得到而已 所以我就開始去研究說 房地產到底還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方式 可以做投資 像是妳可以提高妳的租金 然後妳要怎麼去找一個適合投資的物件 我就開始做學習 那目前我最喜歡的投資方式就是 房地產跟美股 房地產跟美股 等一下 這跳好多 美股 很少人會去想到美股 一般人都是台灣的股票嘛 對不對 老師 是 沒有錯 對 美股為什麼 妳是怎麼去想到要投資美股 因為剛剛有提到巴菲特嘛 然後巴菲特它其實是喜歡投資民生用品的 民生用品 這樣投資妳就要從妳的生活 妳的能力全妳了解的產業開始做研究 所以我就開始投資生活中的 妳所就是看得到的東西 等一下我想不起來什麼東西 像是很多上班族 大家都喜歡買一杯星巴克 OK 那我就成為星巴克的股東 我以後去逛星巴克的時候 我看到高朋滿座 我再也不會生氣 我就是想說謝謝你們這樣子 蛤 原來是這樣子 妳變成他的股東 所以妳買他的股票 對 所以妳去買咖啡 妳就看到員工很認真 客人很多 那個心境 就是妳是活動的節奈 很開心 這樣子 那這樣子例如說 我很喜歡喝可樂 我去買可樂的股票 可口可樂也有 妳也買可樂 真的嗎 對啊 所以妳看到路上大家在喝可樂 妳就很開心 真的謝謝大家 好 妳這個就是民生用品 還有什麼 像我覺得就是人一定會有生老病死 對 那到時候一定會面對死亡 所以還有我就是最近有開始研究 就是醫療的產業 醫療產業 對 像台灣有很多人都得糖尿病 對 那我就開始研究 全世界最大的糖尿病生產工廠 就是藥的生產 藥商就對了 對 就是 所以妳看到很多糖尿病 謝謝你們這樣 那大家喝完可樂得糖尿病 然後再來找我 這樣 我的天啊 還有一條龍 一條龍的服務 一條龍的服務 妳下一個可能就是什麼林菇塔 什麼之類的 目前還沒有找到那個產業 真的 真的 想得很周到 金芬姐 這個會不會太厲害了 應該是說一個我覺得算是還滿基本的一個投資觀念 就是說我就是其實也是巴菲特跟我們講的 就是說我要去買一個公司 我不是去賺那個股票的價差 我是要當它的股東 所以我要去買這個公司之前我會好好的研究這家公司 它是不是可以長期維持一個很強的競爭力 所以這樣的話我去當它的股東 我就高枕無憂對不對 因為不管怎麼樣你永遠都要喝一瓶可樂 對不對 真的 不管怎麼樣你永遠都是要去醫院看病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我只要來投資這樣的公司 我就不擔心 它是有未來的 對 就是至少它是它的主要的評斷是說 這個公司它每一年都可以穩定的賺到股息給我的股東 所以即使它像那個美股 很多人不敢玩美股 是因為美股當天這樣震幅都很大 每次看到帳看到跌完那個心臟都快受不了 可是妳是算長期持有的 就算它跌我也會很開心 就代表我有進場的機會 可以再買 好 它就拉長線了 真的 跌也很開心 它要再進場 到了一種修煉很好的境界 真的 妳不會擔心說它跌到谷底什麼之類的嗎 我還真想看看它的谷底到底有多厲害 反正它谷底我就再買就對了 就是景氣都會有一個循環 就真的沒有說就是哪一個國家真的會一絕不齊 真的 其實連我都學很多 小子女孩真厲害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對 其實我覺得是說 剛剛不管是巧玉或凱凱 他們在做的 就是說增加收入的一個方法 一個就是叫做主動收入 就是說我去兼差對不對 我去多賺一些錢進來 這是我們叫主動收入 然後另外一種是我不用去工作 我是投 我用我的錢幫我賺錢 讓我的錢產生一個收入給我 這種我們叫做被動收入 所以一開始大家就覺得說 凱凱好像會覺得有點心疼說 對 要一天可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去創造那個收入 這個我們可能說年輕的時候稍微平 體力不錯我們可以稍微做一下 八個月受不了了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是做被動收入 我不用拚體力 我不用拚時間 可是是拚勞力 對 但是這個資金可以細水長流 慢慢幫我累積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兩個 當然就年輕的時候 也許我們可以做一點主動收入 可是把時間拉長 我們想要的是被動收入增加 所以那個為什麼我們說 我的收入裡面四三二一 要有兩層要拿去投資 這兩層的投資 就是要去幫我們累積所謂的被動收入 那凱凱妳有被動收入嗎 就是後來累積到一部分的收益 那妳是投資什麼 不會也是美股吧 我就是台股 妳是台股 因為是剛好朋友之間有在就是接觸 那就是因為跟他學習 因為家裡其實都很反對的部分 所以就是偷偷就是隱藏 就是不跟媽媽 偷偷 先電視播出媽媽會知道 對不起 對 家裡經過趕快把這個電視轉台 電視轉台 可是接下來你就可以很大聲的跟媽媽說 我在創造被動收入 對 只要用對方法 那結果這樣子的投資有增加妳的收入嗎 就是在凱原的 接流的部分就是省下來之後拿去凱原 其實有就是陸陸續續一年之內 就滿不錯的報酬率 真的 不過我很想問就是說 你們現在已經達到第一桶金了 那妳拿到第一桶金之後 後面會不會第二桶第三桶 會不會比較容易一點 還是說妳的心態有一些轉變嗎 其實剛開始在寫下目標的時候 會覺得很興奮 會覺得我人生的第一個100萬 就是好開心喔 而且是我省錢省到 就是去看醫生省出來 看醫生省出來 就是等到真的累積到的時候 會覺得其實目標還很長 就是因為100萬其實買車買房 其實都還就是不是一個很大筆的金額 對 真的 就是會給自己再一點目標 就是有了累積財富的過程 100萬我達到了 那就是200萬 300萬 我覺得又是未來會更容易這樣 所以妳達到100萬的 那個時候的心情 是不是那種 我達到開始只是花一筆 不是 而是妳會更想到後面 對 就是會覺得說 那我之後還要再累積更多 200萬 300萬 400萬這樣 我們偷偷問妳 妳大概在幾歲的時候 但是沒辦法偷偷啦 我們要錄妳幾歲的時候拿到100萬 是在27歲的時候 27歲 所以真的有可能 那喬玉呢 我比較晚耶 我大概是30歲左右 工作三年 妳講比較晚 電視機前面很多人講 比較晚 所以 在30歲前就存到100萬 不是困難的事 只是妳願不願意去做 自己的心態會稍微改變 是因為那我有能力 我可以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那我就會去回饋做工藝 100萬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怎麼去投資這件事情 反而是我們要去學習 理財是在理人生 喬玉呢 我比較晚耶 我大概是30歲左右 工作三年 妳講比較晚 電視機前面很多人這樣 比較晚 所以妳大概30歲拿到 那請問妳拿到的那一刻 妳發現我的存責有100萬 我的累積資產100萬 妳的心情是怎麼樣 其實我不是有一天打開存責 發現自己有100萬 妳是 有一天在檢視自己的投資狀況 發現我的身價有100萬 對 因為我自存到大概是 一個定額的數字 我就會拿去投資 然後慢慢累積出來 所以感覺這樣來回來回來 妳比較沒有注意到就對了 對 就是我可能每三個月存一筆錢 我就可能會到國外的券商 去投資我的美股 然後我就這樣 可能某一天我來看我的投胞率 然後還有我現在的股票的市值 我才發現 原來已經到達這個目標 感覺怎麼樣 就覺得 喔 那就繼續啦 兩個人都好像 很平靜的 對啊 輕描盪姐姐 沒有那種慶祝去開Party 都沒有耶 我想人生第一桶金累積到之後 怎麼感覺他們的心態是 還有很多未來 我覺得他們這個心態 滿正常的 100萬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我也非常同意 剛剛凱凱說的 就是說我有第一個100萬之後 我知道我就有機會去賺 後面的200萬 400萬 600萬 因為其實到後面 我們前面可能是靠勞力在賺錢 其實後面我們要靠資金賺錢 所以接下來的部分就是 我怎麼去投資這件事情 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前面可能我們會覺得 比較辛苦是灑存錢 但是後面其實我們要學的是 我怎麼樣去管理我的錢 這是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去多認識的 那想問一下你們 存完第一桶金之後 對你們的人生的態度 就是你每天的生活 有變得比較好嗎 如果對我來說的話是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但是自己的心態會稍微改變 是因為家裡以前就是有 就是因為癌症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有受到社會 就是捐助的部分這樣 那我覺得當自己存到一筆錢 更穩定的時候 那我有能力 我可以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那我就會去回饋做公益這樣 例如說你做了什麼 就是像是捐款或者是 六日會去做一些自公的部分 不錯耶 就是不再會六日去打工 賺錢 然後你真的開始回饋這個社會 聽得這好開心喔 而且感覺整個人生 都是變得動起來了 它不再被什麼東西卡著 對 就是你更知道自己 可以幫助這個社會更多的事情 就是當有一百萬的時候 就是自己的心態 有發現有這樣子小小的改變 真好 我想問一下幾分姐 我們看到他們這樣 其實很正面對不對 對 就是說他賺了錢 他不會變成守財奴 然後整天再追求更多的錢 他會更清楚 其實我常講一句話 我說 其實我們在做管理這個資金 我們不是說 我只是看那個數字 我能不能夠忽然駁出很多錢 不是 其實我們理財是在理人生 就是你想過怎麼樣的人生 你把你的資金 做一個妥善的分配 然後去過你想過的人生 這個才是理財的重點 還有當然包括就是說 照顧自己想照顧的人 你有沒有能力 讓你的家人住好一點 吃好一點 所以你的理財的目的是在這裡 而不是說 我只是想要忽然去駁什麼 我忽然要那個就是賭 好像在賭博 就不是這樣 他們都是我們一般 跟我們大家都一樣的小資族 但是他們都可以在30歲前 就存到一百萬 可見了說存一百萬不是困難的事 只是你願不願意去做而已 對 只是大家有沒有想到這樣問題 所以懂了吧 懂 我受教很多 而且他們真的是我覺得 兩個人的經驗加起來 再去找到自己的方式 會是最好的投資理財跟理生活的方式 不過最後我還想留一點點時間問一下 就是說他們這樣子的方法其實都不錯 有沒有一些原則 我們可以教我們的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就是有沒有一些比較簡單的原則 然後除了他們的這個例子之外 大家可以學的呢 好 所以我想說第一個 就是大家先謹記四三二一原則 對不對 就是你的收入裡面 其實你最少每個月都應該要強迫投資 強迫儲蓄至少20% 那如果說你沒有房租壓力的話 事實上你可以把那個比例拉高到50% 這是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是你該投資什麼呢 我是會建議說不要做太 就是說太被動式的管理 類似像銀行存款或是儲蓄險 因為這樣的話其實就是你並沒有去吸收 真正投資裡才需要的知識跟能力 所以說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去買一點 所謂的就是去做一些股票型基金 你就會去認識一些股票市場的變動 在這個過程裡面 學習知識是更重要的 你在20到30歲當中學的知識 那你30歲之後 你就有管理資金的能力 這個事情才是保障你的財富 最有效的一個重點 而不是說你存多少錢 而是說你的知識可以保障你 在未來管錢的時候 你是有比別人更好的能力去管你的錢 所以這樣聽一下其實 說出來的理財是一個幌子 但是真正的內容是你去學一些知識 讓自己變得 像你說理財像理人生 把你的人生的道理 你對於事情的態度變得更清楚 我想巧玉跟凱凱都很像 就是她累積了知識 她更知道自己的態度 然後她真的是在理人生 然後但是理財是好的 她背後是她真的知道說 她應該要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對 沒有錯 對 因為像我們現在很多人在銀行 會去買一些什麼外幣或什麼 但是其實很多人到最後會發現說 其實買了都虧錢 所以那為什麼你買這些外幣會虧錢呢 就是因為你不了解 所以你才會虧錢 所以即使是很保本的存款 你都會虧錢 那就問題就還是回到說 你必須要有一些理財知識 你才有可能把這件事情做好 OK OK 所以有聽到 要一直做功課一直學習 而且我覺得他們真的 比如說巧玉她在做投資的時候 其實相信她花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因為以前聽到理財 都覺得這些是守財能 都會有一些比較覺得說 你就是愛錢啊 但是今天聽完幾位講起來 好像理財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理財真的是跟生活息息相關 而且又可以讓你長知識 又可以讓你過好生活 然後還可以回饋社會 然後還可以看到人家喝咖啡都很開心 看到人家喝咖啡都很開心 是一件多麼棒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學了很多對不對 真的學了很多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 我們三四卡卡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